手游酷玩 来把它改变一些位置 然后左边的话 把这个土块稍微向上一滑动 就可以把鸭的吃掉 然后是把最终的地点打开 让这个气球向上滚动 要记住同时不要把它给它推出化不外 如果这样的话 那游戏肯定是失败的 这的话上方一定要打开阀门 用蒸汽把它推到右边 因为气球是不会穿过水澡的 等这个气球走到右上角 给它打爆 这样的话才可以把蒸汽 鸭子全部吃掉 那么爱莉也是利用蒸汽 弹奏起了美妙的音乐 好的 那么一二五关应该是彻底完成 咱们来到了一二六关 一二六关可以通过 这个关卡的颜色分辨出 那么人物是大顽固 我去 它这个关卡有意思 这么多的小球 先开始划一个 然后上来之后 当这个小球经过鸭子打爆它 把鸭子吃掉 然后右边让这个小的这个毒气球迅速滑动 那么到了底部 咱们可以选择打爆它 让它去把鸭子吃掉 剩下的继续向下走 到了下边可以选择全打爆 听众就把水源释放出来 利用这个水源 贴紧咱们的绿色墙壁 因为绿色墙壁是无间不摧的 只有在挖掘关才可以把它挖掉 正常的常态关卡下是无敌的 那鸭子吃完之后就可以把全部毒水交回我们的大顽固了 因为它非常喜欢这种带有强服务性的毒液 今天它的点子不错 在这个下水道里边找到了一个被别人吃了一半的鸡腿 那么大顽固跟其他人不一样 它是喜欢在这个下水道里边寻找这个一些垃圾吃掉 要记住有些东西根本不是正常人能吃的东西 它都给吃掉了 像什么一些瓷器金属 全能吃 真的是强啊 那么写完皮的话也就是去简单的洗个热水澡 也是游戏的核心标题啊 那到了爱丽就是需求蒸汽 到了后期这个游戏的玩法也是多种多样 那么这个地方是一个难点 当球下来之后咱们在空中打爆 但一定要贴着咱们屏幕现在的右侧 这个不够 打爆漂亮 这个直上直下全部消除 那剩下就没有难度了 把球全打爆交给我们的大顽固就可以了 贴着绿色进行向下滑动 游戏的话依然是五星加评价 大顽固吃了一个这个汽车的排气管啊 把金属都给咬碎了 这也是大顽固鳄鱼大钢牙 超级强悍的 本期游戏到这里就结束了 如果你喜欢看我的视频 请订阅手游不玩 我们下期见